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纪鱼,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 在一家公司上班,老板对于偷懒跟投机取巧的员工非常宽容 上班什么都不做,一直打混的人,每天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然而,认真上班的人不但工作超多 做到死,甚至还被全办公室讨厌 搞得全办公室没人想认真上班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明明自己有心想进步 但看到周遭同事都在摆烂 就也无法提起进认真上班 毕竟当个力挽狂澜的傻子多累 还是跟同事一起摆烂下去比较轻松 尤其在疫情期间,在家上班的日子 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是否认真上班 又会更理所当然的抛开精进的想法,只想摆烂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 为何人总是会陷入摆烂的困境,无法进步呢 很多人上网买衣服,卖家看出的照片看起来品质很好 但一件只卖几百元,你也不会期待品质有多好 或者你和朋友原本计划下午两点见面 但你知道朋友一定不会准时 所以你也拖拖拉拉,拔个手机再慢慢梳妆打扮 出门坐车到约定的地点已经超过三点 但这时朋友也刚到 你们俩会心一笑,心照不炫 在职场上,身为员工的你可能会以为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理论上对公司来说应该是皆大欢喜 但实际上,公司和同事也许不期待你交出太好的成果 经济学者把这种吊诡而普遍的概念称为百烂学 有趣的是,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观察到这样的互动方式 百烂学源自于古希腊语 字面上的意思是腐烂的经济 是指人们在互相交换资源的过程中 开始接受彼此用最低品质的内容交换给别人 自己也同样以低品质的东西交换回去 百烂学的怪异之处在于 比起高品质,供需双方更偏好获得低品质的回报 用白话讲,就是我给你烂东西,烂行为,烂态度 你也甘之如一的回报给我烂东西,烂行为,烂态度 我拥抱平庸,只想用平庸想象自己的人生 对方也接受同样用平庸的条件来要求我 或是要求自己如何面对我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这完全违背了一般人的逻辑 无论交易任何货物,服务,想法 人们应该都想从对方身上获得更好的回报才对吧 即使再懒惰的人,应该还是会比较喜欢公司短一点 薪水高一点 例如,如果在一间平价普通的公司上班 只要工作要求很简单 至少能说这份工作的CP值很高 但百烂学的精髓并非如此 百烂的人不仅只想提供低品质的产品 而且还接受低品质的回报 乍听之下很不合理 但其实这种以牺牲彼此部分利益 追求平庸表现的默契,放眼皆是 例如一位教授同意以特定薪资举办数场研讨会 结果这位教授竟然在此期间去度假 没办完该办的常数 但校方也因为作业疏失延后付款 更没有付足全额 虽然是误导误撞 但双方不但没有不满 因为讲师讲座没办完,还多出了假期 校方也乐得节省开支和安排的麻烦 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很简单 一开始,我们可能只是想尝试降低自己的压力 这次就稍微放水吧 没想到对方不仅没发现你放水 可能还给了你奖励 久而久之,成了恶性循环 我们开始降低标准 而对方也刚好不在乎你降低标准 形成百烂的循环 在百烂的交易当中 二流是常态,一流是变态的潜规则 成了坚不可摧的信条 不是信任双方会完全遵守承诺 而是让彼此享有不遵守承诺的余地 假如任何一方交出超乎预期的一流成果 就是违反信任原则 我们甚至不会期待得到好的回报 因为用这么差的态度工作 别人给我们很烂的回馈 也只是刚好而已 就这样接受事情 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无论是否是可以带来好处 反正人生就是如此 这才是真正的白烂互动 而且之所以会被称为白烂学 正是因为默默隐忍这种恶性循环 中量不重置的素食文化 对这种白烂学的经济模式更不陌生 例如快食商是拼便宜和多款式 至于资料好坏 耐穿与否 供需双方也心知肚明 网购出现裂品值是常态 反正成本和价格低廉 用几次就丢 买家不心疼 卖家不求上进 只要还符合CP值 就能继续交易下去 事实上 这样的互动确实会带来不少好处 有时候 是因为我们付出了200%的努力 回应的人 却把你跟只付出了50%努力的人 当成同一种人 你发现原来只要50%就够了 那何必这么辛苦呢 降低标准还比较轻松 当双方都互相降低标准 自然是更轻松没压力 一旦东西交不出来 还能用这种互动来推脱 虽然长时间看起来 这种摆烂下的氛围 让人很难受 但确实避免付出太多 回报却不如预期的情况 而且因为大家都在摆烂 生活中仿佛少了一件事情 好像时间变多 压力变小了 不用再为自己的付出可能没有收获 而感到彷徨和不安 摆烂学的诱惑到底有多大呢 与其说摆烂是解决矛盾的处世之道 不如说是一种逃避问题和风险的机制 不用担心自己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 也避免因为有很高的要求 而可能引发的争端 摆烂学就像是一个避风港 让人们可以逃避许多的风险 此外 虽然这种关系不好 却可以建立祸性基础的人际互动状态 也是为人处事的润滑剂 可以说我们把打破承诺当成常态 所以我不遵守承诺 你也不遵守承诺 双方没付出也没有失落 你能跟老朋友的关系维持至今 跟生意伙伴把酒言欢称兄到底 甘之如鱼 而且老板至今没有把业绩很差的你炒掉 摆烂学功不可没 不过摆烂学当然也有坏处 既然时常在逃避某些人事务 那不安的生活是必然的 我们或许逃避了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的失落 但却必须面对低品质互动下所产生的厌世 困顿 没有动力 缺乏成就感等的情绪 找不到真正能让你快乐起来的人事务 最终只能感叹 反正人生就是那么烂 正是这种逃避机制 让人们安于平庸 阻止了社会向上流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摆烂的职场文化中 认真工作追求卓越的人 反被视为破坏规矩而遭到排挤 一间企业做到廉价的世界工厂就好 只要能以低品质维持双方都满意的局部平衡 谁还在乎攀升成为一流独创品牌呢 当大家都开始讨厌努力的人 摆烂成为最可怕的恶性循环 也因为过分摆烂的状态 因此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 我们甚至会责怪那些追求卓越或是进步的人 打破了这个行之良好的赛局 甚至回过头来责备太认真的人 你如果总是想要高品质的回馈 那你不就是在找我麻烦吗 回到源头 摆烂学就是如此的心境状态 那么你是否也时常因为生活上的种种事物 不合自己的意义 不是自己喜欢的 就用这种摆烂的方式来面对呢 这很吊诡 当我们不喜欢自己的生活状态时 正常来说应该是寻找解决方案改善生活 而不是选择摆烂 但或许是因为比起寻找答案 摆烂明显是比较短而轻松的路径 更容易达到内心平衡 毕竟任何的改善与改变 都是会长时间破坏习惯 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也不能保证会有好的回报 摆烂学允许人们把彼此间的互动 作业方式降到最低标准 因为逃避了付出 而也能马上取得彼此的默许与公司 而且这种默契通常是心照不宣的 无论是友谊 爱情 亲情 利益等等 大家都热衷于二流交换 欣然接受二流成果 最终构成全民共犯系统 不过一间公司的摆烂文化太严重 不断劣币驱逐良币 恶心循环的结果 最终将导致集体堕落 长远必然腐蚀整个经济体系 选择佛系躺平或许不难理解 但究竟是无力或者不愿努力寻找出路 摆烂学至少预示了一场万劫不复的结局 好了 这一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